小班长,被我抓起来了吧,看你这下还怎么跑 跑,谁说我要跑了 这边风景不错,刚好适合把你埋起来 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我确实没有,不过我能送你一点东西 这小跑车真霸气呀,班长都顶不住 还好,他们是我的守卫,看到那个开关了吗 打开它就能去我的密室里面 这密室里面还有一个霸王龙,有他在 班长肯定不敢下来,不然班长肯定会被他一口吞了 不管这个了,我还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密室就在这里面藏着,先把这给堵上 这里面有火爆辣椒,不过是个假的 它们只是一个模型,这里面的沙发是陷阱 那是特意给班长留的去路 里面的机关肯定会让班长满意的 先从这沙发下去,在这个地方放上压力板 这样陷阱就会被激活 不过那点陷阱肯定拦不住它 这个开关才是最终的机关 什么垃圾东西都敢撞我了 这小破栅栏就能拦住我吗 看我心学的身法 武当踢云纵 终于上来了 只不过浪费了五个小时而已 不对,我记得还有一辆破车呢 不管了,还是抓他小子比较重要 那墙上有一个开关 应该就是密室开关了 没想到这小车还知道躲起来呢 不愧是跟他小子一样的东西 大王小龙,还真以为我不敢打你吗 你在抖着什么 这一块的,有点不对劲 竟然还真的有东西 下去看看 只有一个开关 拉一下试试 不好,有问题 这个激光怎么被挡起来了 猜得没错的话 这应该就是密室开关了 不行,必须得把它纠正一下 我觉得这里肯定有问题 果然是密室开关 这下他小子可跑不了了 竟然是火爆辣椒 那可要离他远一点 还是先去这个沙发下面看看吧 我就知道有陷阱 还好我有准备 就不幸今天抓不住他 这次的岩浆 是不是放错位置了 还想坑我是不可能了 必须好好的教训他一顿 没想到竟然有空气方块 还好 我没有从岩浆上面跳过去 不然就要泡一泡温泉枣了 我就不幸这下面还没有他 应该就在前面了 好家伙 还好我反应快 不然今天可要倒大霉了 他小子肯定就在其中的一个门 后面一个一个找 我就不幸找不到他